33. 文匯報 狂撥電支擾警司男女判感化一年 2015年7月18日香港新聞A06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道發祖即將退休的警司朱經緯被指在非法戰旺區 用警棍扭打逃人後,其電話號碼租人在網上公開 兩名男女去年底再授入內閣致電諸如三十次 兩人早前承認一項不斷打電話罪 荃灣法院裁判官蘇嘉賢昨日判刑指 兩名被告不斷致電諸的手提及住宅電話 滋擾諸及其家人行為惡劣 即使他們不贊同諸的行為 都應以恰當的方式處理 分別判兩被告十二個月感化令 並須參與有關情緒管理的活動 就讀中大物理系的女被告潘尚賢二十一歲 昨日戴上口罩和阿嘴帽 又朋友胡宋夏離開荃灣法院 未有回應記者追問 至於報稱為找換店小東的男被告 鄺啟康二十八歲 昨日聽取判刑後一直留在法院 最終被過記者離開 官批行為惡劣追學情緒管理蘇官判刑指 鄺啟康在一日內共致電諸經緯首提及住宅電話三十七次 不接受他稱只想聯絡諸發表意見的說法 又指兩名被告在網上看得諸涉口打逃人的片段後 以不斷打電話的方式洩訓 滋擾諸及其家人行為惡劣 即使他們不贊同諸的行為 都應以恰當的方式處理 但考慮他們認罪 過往沒有刑事紀錄 各判十二個月感法令 其間兩人須聽從感法官指示 參與有關情緒管理的活動 辯方律師白佳榮在庭上求情指 曠啟康是優秀的年輕人 潘順然更是拔占入大學的之優生 計劃投身教育工作 我建議為他們帶來沉重教訓 白在庭外指案情輕微 簽保守行為已足夠 相信英美等國的法庭也不會判處感法令 他又批評警方當日早上陸時上門拘捕礦及收獄 令他及家人承受巨大壓力 結束錄盤 從日七千年中抵茶 也打算 在庭外伍中抵茶 從日七千年中抵制 評測